大家好,我是吳仔 今天講的是何超儀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上了一個內地的節目 竟然是說賭王航生的遺產分配 哇,這些話題這麼多汁 但他們的錢是多得非常離譜 上次有揭露過 他們不是說一間間物業 而是一棟棟地計算 哇,這次真是聽不少東西 另外,他又說自己在娛樂圈的波折重重 是何超儀幫助他 才可以順利進入娛樂圈 當中有很多事情要聽一聽 謝謝吳仔,大家好,我是飛龍 自從何鴻燊在2020年過世之後 當年一直都有聽到有關何家的真產風波 最近見何超儀一個訪問 首次披露 賭王的遺產是怎樣分配 今天就想說一說一下 同時間也想說一下何超儀 進入娛樂圈這麼久 對娛樂圈的發展這麼多年有什麼感想 或者這麼多年來他家人怎樣看他呢 其實自賭王在2020年5月逝世之後 多房子女隨即引發一連串遺產訴訟 當中包括長房女兒何超儀 和二房長女何超瀕 在任命遺產的管理人中有些爭議 而其中何超儀要求另外加多兩人 去幫忙去管理遺產 其實何超儀本身已經找了 北馬威會的律師樓共同管理 何超儀就覺得不足夠了 早在兩年前他們打到上法庭的時候 判詞裡也有說過 何超儀本身前沒有訂立遺囑 根據何超儀估算 遺產至少有17.2億 但大女何超儀就在爸爸的房間裡找到一疊舊文件 推算何超儀至少留下110億港元的遺產 當時雙方認知的數字相差非常圓船 所以就引發燈產糾紛 當年燈產糾紛還搞了兩年 最後在香港高等法院作出裁決 認定何超儀的引渡下 何家四房已於2020年6月達成了共識 就是對於何鴻生的遺產要委任的專業人士管理 當時何超儀也是有參與的 但最終只有二房三房四房 就簽了協議 邀請北馬威會計師行 何伯特和女移民 出任遺產管理人 何超儀為這個決定不滿 當時其實要求 還要加多兩名專業人士 進入遺產管理團隊 不過因為當時何鴻生的遺產受益人 總共有18至19位 而當中 贊成何千瓶的做法已經有15至16位 遠超支持何超儀的方案只有四人 而當時法官認為兩家公司同任遺產管理人 自然會增加費用 亦減低效率 若何超儀對其他家族承認不信 可要求遺產管理人去調查 因此當時 法官批准 何超儀的方案 所以最後就是何超儀 贏得的官司 其實當時的官司 那麼大比數贏 要是大家都很認同 何超儀的方案是最好的 否則 應該是何超儀 和整個家族的人員應該就一般 一贏的比數 太大 不只是何超儀的二房贊成 是三房四房都贊成 因為之前聽過的新聞說二房和四房鬥 而之前 賭王病危那段時間 也見過有些報道說四太 幫助過何超儀 拿回本屬大房的共同遺產的大屋 位於 淺水灣價值30億的豪宅 所以其他房也不是每次 經常對敵 有些情況也會維護其他房 所以這次有這麼大比數的人支持 二房必定有他們當中的原因 最後 其實那個遺產是怎樣分配 最近何超儀有一個訪問 首次披露賭王的遺產分配情況 手下說到何超儀一些 已經是到了那時候就會說到遺產最後分配是怎樣 何超儀自認在家中不被認同的成員 另外有說過 他跟他英俊老公陳子忠一起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安全感 因為他老公當時實在 太受異性歡迎 所以在何超儀這個訪問裏面 我們都知道多少 首先說一下 當中踏入娛樂圈的情況是怎樣 何超儀是屬於何家義房 唯一踏入演藝圈的人 外界一直都覺得他帶著家庭的光環 機會必定是接種而來 但何自然說他自己是相反的情況 出道時是簽了唱片公司 誰知道那段時間 葬正林益蓮 王菲 鄭壽文等等爆紅 出碟一言再言 空等了四年 最後唱片也是沒有推出 老實說 唱片公司如果 誰說哪個紅筋 你未出得到 一輩子都不用出 因為永遠都會有新人紅 林益蓮 王菲 鄭壽文 之後又有彭定 有陳偉林 有楊千華 跟著還有容祖儀 根本一直都不停 所以何超儀一說到這裏 我都覺得 唱片公司是放棄的 何超儀說當年正想放棄之際 突然間有一個聚會 遇到一位導演 當時導演問他會不會打排球 這位導演就是陳芬琪 後來他就找了他拍了一套 《沒有老公的日子》 自此 其他導演見到他之後 起碼見到他有演出 竟然 上天下可都肯做 那可似何千年先說 有些零碎的演出機會 其實有很多人不敢找他 有可能跟他的家 太大power 太大勢力 也有關的 經常覺得 會不會找他做事很麻煩呢 千金小姐 有時得罪了千金小姐 又嚴重了 但後來看他原來都OK 有時做事都適得想 不是大家想像得那麼 千金小姐 我猜應該是這樣的情況 跟著又有些機會 其實去年年尾的時候 我看看梅艷芳一個紀念演唱會 當日韓超儀也有去表演的 他出場算是當晚 一眾的歌手嘉賓 我想頭兩三個最受歡迎之一 其實唱歌都不錯的 而且年輕的時候也挺漂亮的 有時有些 機會或者是觀眾緣 不是因為你家裏本身power好 或者是美女 或者是唱得 就一定多人喜歡的 娛樂圈這行就是很有趣的 說回何超儀過去 當年他其實被父母反對入娛樂圈 唯一支持他追夢的人 只有大家姐何超瓶 當時何超瓶已經是家族的掌唐人 對妹妹的支持 其實不是單純愛惜 日關何超瓶自己的背景也有關 可能他自己覺得他有點遺憾 曾幾何時 何超瓶也有進入娛樂圈 要由何超瓶19歲開始講起 當年他讓貌標誌 對娛樂圈也有興趣 他也曾經入過TVB 還演出過劇集《突破》 當時電影的男主角是陳百強 當年還傳他和陳百強暗身情數 陳百強還邀請何超瓶 演出《心愛著你》的MV 當年何超瓶大方表示他和陳百強 性情中仁 性格相近 對方亦十分了解他 兩人亦默契十足 何超瓶還要曾經公開詐文 表白心意 說陳百強是他最重要的人 他所有的故事陳百強都知道了 雖然他們當年兩人一直都沒有公開戀情 但已經被外界視為一對 因為見他們經常都出雙入隊 當年還說是圈中的金銅玉女 可惜始終兩人身份完善 加上當年大房長子 何又光 因車禍去世 賭王 將所有的寄望 放在何超瓶 還培養成為接班人 當年何超瓶因為要兼負家族生意 重任 所以在家庭壓力之下 只好忍痛斬斷情私 1991年還和香港船王 許愛州的孫 許仲鏗舉行世紀婚禮 當年還說這個門當戶隊的婚禮 豪資了2000萬 搞了三天 還說何鴻生更準備 做了10億的家裝 盡顯豪華氣派 而在30歲的時候 何超瓶 已經開始接管家族生意 憑他出色的能力 短短幾年令公司轉規為營 所以當時深受何鴻生的重用 之後不久傳出陳百強的死訊 何超瓶大受打擊 當年陳百強的喪禮 何超瓶還哭得很厲害 還成為陳百強的扶寧 兩人最終遺憾收場 有點可惜 在2000年 何超瓶單方面 宣佈和許仲鏗離婚 直到2006年他們正式離婚 當時胡複單身後 何超瓶更加全力發展他的事業 所以當年何超瓶支持何超儀 去演藝的道路 其實有可能沿了自己 心目中的心願 何超瓶也有說過 她說大家姐年輕的時候很漂亮 本身也有一些導演找她拍戲 她說大家姐以前那種漂亮 是任何男人都被她迷死 完全是殺手級 所以原本大家姐當年曾經有一段時間上在娛樂圈發展 就被她爸爸說她發神經 應該去讀書 沒辦法 因為大家姐實在太聰明又憂才身 相反何超瓶說她姐姐支持她 因為知道她是讀書不好 不發展演藝 好像沒什麼發展 所以何超瓶說她當年大家姐都對她很好 幫她在父母面前爭取和談判 其實何超瓶說她當年父母不讓她入演藝圈 因為知道她好叛逆 怕她 因而得罪很多人 何超瓶也說她自己的性格 謝霆峰也挺相似 背著父母的名字 又以反叛的性格入行 在二房內的五子弟 唯一只有何超瓶就沒有參與家族的生意 但原來何超瓶說她其實也想成為家族集團一份子 她也知道有些事是可以做到的 但只是其他人一直沒有留意 即是說她家族也沒有留意 何超瓶說她媽媽其實是一名賢武 在管教之下 她的女兒也是優秀和熟女 但偏偏何超瓶自己 並非她媽媽心目中的賭武 所以她兩母腦的相處 一直都有些格格不入 何超瓶說她媽媽是一位非常嚴肅的女人 喜歡看書 逆經都看的 還有所有的金融的書 都有買回來的 全部都是原裝書 她還說她媽媽一生中 最希望就是可以 跟金融成為朋友 所以她媽媽看到她有個這樣的女兒 即是說韓超儀的樣子 就好像見鬼一樣 因為走的方式跟她媽媽教的完全不一樣 韓超儀還說自己穿衣服就住到 暖七八糟 總之在她的意房裏面她是一個領女 何超曾經都被人說過 屬於何家熟女裏面 比較低學歷的一位 因為她簡直是棄讀大學 而直接進入了娛樂圈 雖如此 一直說到她家人那麼反對 但後來 無論她爸爸 賭王 或者姐姐 何超儀 見了娛樂圈 20年 大部分的時間好像外等 後來也鼓勵她 開製作公司 自己找機會 拍自己的作品 即是某個程度上 也有給她一點水 不是怎麼開自己的製作公司 說到她開製作公司 她是不是一年可以拍很多部片 說到這一部分 何超儀就爆了 韓室的家產分配 何家的家產是怎樣分配 她說其實是最後平均分了 當然在家裡工作的 姐姐弟弟 就會分多一些 她自己就不是為家的家族做事 又可能沒有她們那麼多 但也算是平均分 所以她說她自己現在的錢 一年都不能拍太多部片 都很厲害 不可以太多部片 不是說 一年只可以拍一部 現在拍的電影 便宜 最少其實都要一千萬 這樣省著洗都洗到 不過也有人問到她 如果她花了些錢 姐姐會不會幫她 何超儀就說 姐姐不理 總之覺得她餓不死就可以 總之餓不死也是她自己來 萬一餓親的話 姐姐也會幫她 不會完全不幫 何超儀說 都希望將來可以為家族重一份責任 最終是不是也有可能會幫一下姐姐手呢 何超儀說 她爸爸生前對她其實沒有什麼要求 只是嫁一個英俊老公就可以了 所以是不是 選了陳子聰 是的陳子聰 在賭王生前都見過外父的 當時 被賭王的評價 就說都很純良 不過有點笨笨 賭王也能接受到 不是他們怎麼結婚呢 因為去到去都沒有那麼嚴 當年何超瓶就嚴重很多 如果不是當年為什麼要逼何超瓶和許仲恨結婚呢 話說回來去年 有些網民 在酒吧就遇見到何超瓶 當時還看見他 選唱陳百強偏偏喜歡你 的歌來唱 似乎何超瓶 到現在對陳百強都還有點念念不忘 所以有時 命運就是這樣 當你得天下 就有可能你有一些東西都是要所失的 相反有何超瓶是在何家裏面 分得比較少的一位 反而他可以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 亦可以加一個他自己喜歡的人 人生如果有得這樣選擇 你寧於做何超瓶還是何超瓶 歡迎大家留言都說一下 今天的娛樂新聞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這樣 拜拜